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学一个新技术啊 什么技术 看了个标题啊 Sails.js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先看一下我对这个Sails.js的一个定义啊 大家请看 Sails.js呢 它是类似于Luby Unreal的开发平台 它呢 采用Node.js进行开发 它呢 可以快速整合数据库资源 非常适合于网站和API服务的构建 我呢 前几天做了一套这个Node.js的基础的这个教育视频 但是呢 如果您看那套视频的话 您是不能干任何东西的嘛 对吧 仅仅是说Node.js基本的使用 如果说您想用Node.js来开发一个网站的话 就会用到服务器端的Node.js的框架 咱们今天所学的这个Sails.js呢 就是这个框架之一 它呢 非常类似于Luby Unreal 它的开发效率非常高 所以我呢 首先把这个框架呢 介绍给您 好 咱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框架 类似的框架 其实还有很多 最著名的是第一个 叫做Express.js 这个也是Node.js官方的一个框架 但是它的开发我感觉非常的麻烦 为什么呢 所有的路由都是自定义 所以我不太喜欢啊 但是我当时学Node.js的时候 首先学的其实是这个框架 但是为什么我这次首先做Sails.js呢 因为它类似于Luby Unreal 确实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呢 卡秀率很高 所以我呢 首先介绍 接下来类似框架 还有这个KOA 还有这个Egg.js Egg这个是什么东西 蛋是吧 蛋.js 鸡蛋 为什么叫Eg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Egg 这是阿里公司出的啊 这么一个Node.js的服务器的框架 一听阿里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名气啊 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鸡蛋框架 鸡蛋框架太难听了啊 等等 还有很多 目前主流的呢 就是这么几个 今天呢 咱们首先学习一下Sails.js 好 接下来是Sails.js的官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我的官网 够 大家请看 这个大章鱼就是Sails.js的官网 在这官网里面 它现在只有这个英文啊 并没有中文 没关系 我呢 给您讲解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文档呢 通读了一遍 大概怎么使呢 我都是这个心里有数啊 所以我准备做这么N7视频 给您讲解一下这个框架 非常非常的好用 没有之一 也有之一啊 像这个 不能说的太绝对啊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 我认为开发这个网站 用Node.js开发是非常非常快 尤其是开发数据库应用 或者说开发这个后端的API应用 没有比它再快的 我感觉是这样啊 所以我呢 隆重推出这个Sails.js的框架 好 咱们看一下 我这套课程所应用的Sails.js的版本啊 我呢 准备用这个最稳定版 不是最新版 是最稳定版 是什么 0.12.14 我现在是2018年3月26号 现在最新版本呢 是0.12.14啊 没有比它再新 咱们看一下这个它的最新版本吧 咱们看这左上角 最新版本其实是1.0 但是呢 它现在还是这个Beta版啊 所以我不推荐您使用 咱们还是讲解这个最稳定版 咱们现在进一下这个Github 看一下它的最新版本啊 点这个Release 大家请看 现在它这个版本呢 都是Beta版 其实咱们并不推荐使用啊 我推荐您使用的是 下一步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0.12.14 这就是咱们我要给您介绍的版本啊 它是最稳定版本 呃 一般咱们就是说 个人学习吧 一般可能喜欢用这个最新版本呢 对不对 我学一学 但是呢 一般咱们就因为工作中 呃 还是推荐您使用最稳定的版本啊 好 咱们先少叙 马上回来 然后学我这个课程的基础知识呢 呃 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呢 您要会这个渣化脚本 当然您学过我那个Node.js课程的话 肯定这个渣化脚本没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另外呢 因为咱们是用这个框架开发网页 开发网站 所以说呢 您最好还会一些这个HTML5和CSS的知识比较好啊 我就把CSS打上 这样的话呢 咱们开网站非常容易的开发 如果说您要说学过我的这个Beta版本课程 那更没问题了 非常的完美啊 好 咱们再看一下我的课程的开发工具 和以前其他课程一样啊 隆重推出这个Microsoft的这个VS Code ViuStudio Code 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天天就在用它 包括我这个做客件 还是做这个工作上都在用它 那另外几个Prokeys和这个Atom 这个也是推荐您装 也是不错 尤其是个Mac的朋友啊 推荐这两个也要装上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我是同时打开多个窗口的话 做比较啊 做这个这个调试 可能用多更方便啊 推荐 但是我还是首推这个VS Code啊 没说的 另外咱们的浏览器 还是用Kulom为主啊 因为现在这个国内也是非常普及Kulom 虽然说Google被强调 但是好像国内这个Kulom还是没有被强调啊 所以说我还是用Kulom为主呢 进行讲解 当然您会的火狐 或者IE 或者是AGE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 OK 让我再说一下我的视频的计划和以前也是一样 每个视频呢 包括一个知识点 一个视频尽量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 咱们尽量不超10分钟啊 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它是有限的 它在这个两三分钟其实注意力就已经快分散了 我把控制到10分钟之内就已经有点过长了啊 我尽量控制在5分钟左右 尽量 然后呢 我的原代码呢 和我以前其他的教育视频一样 会放到Kan中国的服务器 这是我的网址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访问一下 然后呢 我的官网呢 是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我呢 会把我最新的视频以及最新课程呢 也往我的官网上去更新 好 这就是Sales.js的第一期的视频 我给您讲一下我今后的计划啊 然后呢 我会按照我的这个课件 大概做了N期的准备 我呢 一期一期会给您分享出来 期待您关注我的视频 也期待您呢 能够关注我的小马频道 好 那咱们在第二期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